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挑战耶稣作为弥撒亚 作为君王这个身份 但是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最重要的是 弥撒亚是否顺服上帝 撒旦是用这世界的王的身份出现来试探耶稣的 而且他试探耶稣三次之后 后面还有很多次耶稣和他的征战的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From the beginning of his public activity Jesus' power over Satan had already asserted itself 耶稣基督从他一开始出来公开传道 他就已经开始坚持他胜过撒旦的能力的 This is not only proved by the casting out of devils in itself 不仅仅是因为耶稣把鬼魔赶出去而证明这一点 But also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ose possessed by the devil behave in his presence 不但如此 还有那些被魔鬼赴的人 在耶稣面前是怎么样表现的 也证明这一点 耶稣基督是已经胜过撒旦的 我们来看好几段的经文 被鬼赴的人在耶稣基督面前是怎么样的表现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拿撒旦的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上帝的圣者 上帝的圣者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 嗨 拿撒旦的人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上帝的圣者 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上帝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我们把第八节也读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乌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二十九节 这样说的 他们喊着说 上帝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 来叫我们受苦吗 马太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和第三十一节 第二十八节 我们从第二十七节开始读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 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 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 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贴脸和脚镣捆锁 他竟把锁脸争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 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 第三十一节 鬼就要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 到无底坑里去 这个是被鬼附的人 在耶稣面前的一些的表现 当耶稣临近的时候 他们会喊叫 很明显的是因为恐惧 他们展示出 他们有一种超自然的知识 知道耶稣的位格 耶稣是谁 也知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重要性 何在 我们来看经文 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三十四节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认识他 马可福音第三章 第十一节 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 要摸他 乌鬼无论何时 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They call him the holy one of God 鬼没门称耶稣上帝的圣者 The son of God 上帝的儿子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至高上帝的儿子 By this they recognize his messianic dignity 他们这样的称呼 就表示他们认出 耶稣身为弥赛亚的尊严 参考路加福音 第四章 第四十一节 又有鬼 从好些人身上出来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 他是基督 They consider his coming as their own destruction 他们认为耶稣来到 就等于他们被灭了 马可福音 第一章 第二十四节 耶稣责备他 说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路加福音 第四章 第三十四节 拿撒拉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上帝的圣者 They are torment 他们也知道 耶稣来就等于 他们要受折磨了 经文有几处 马太福音 第八章 第二十九节 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开始读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贵妇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着说 上帝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受苦吗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第五章 第七节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他们知道耶稣来就是他们被灭 要受苦的时候了 他们感觉到毫无能力 也试图要让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可以延长 马太八章二十九 马可五章第十节 我们就读马可福音 第五章第十节 好了 固在山的 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and implore him not to send them into the deep that is to say the place of the eternal world 他们哀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拆到那个深渊 也就是说他们永远要受灾难的地方 路加第八章第三十一节 鬼就要求耶稣不要 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参考启示录第二十章 从第三节开始 启示录第二十章 启示录第二十章 从第三节开始 我们从第二节开始 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能再迷惑裂果 直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All this shows that in Jesus's person and coming The kingdom has become a present reality 这一切都显明 耶稣和耶稣的到来 就证明了 天国已经是一个现在的事实了 For the exercise of God's power over the devil And his rule ha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for its foundation 因为上帝的国到来 是一个基础 以至于耶稣使用上帝的能力 胜过魔鬼跟魔鬼的统治权 And finally we must refer in this context to Luke 10 18 and 19 在这里我们最后要指向 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碎落 像闪电一样 等等 Jesus has sent out the seventy or seventy two 耶稣差遣七十 或者七十二个门徒出去 who come back to him and joyfully tell him of the success of their mission 他们回到耶稣那里 欢喜快乐地告诉他们 他们的使命是成功的 And then Jesus says I beheld Satan as lightning fall from heaven 耶稣就说了 我看到魔鬼 撒旦好像闪电一样 从天堕落了 Thus he accepts the joy of those he had sent out 因此耶稣接纳门徒 被拆遣出去的门徒的喜乐 And shows them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power over the devils 耶稣向他们显明 他们胜过鬼没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The general meaning is clear 这段经文 耶稣所说的话 一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Satan himself has fallen with great force from his position of power 撒旦从他那个带有权柄的能力 是带着很重的力量堕落了 This is what Jesus had seen with his own eyes 这个就是耶稣亲自所看到的 Satan's supporters cannot maintain themselves 撒旦的跟随者不能支持他们自己的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Jesus has a particular concrete event in view with his expression I saw 当耶稣说我看到的时候 很难决定究竟耶稣 是不是想到某一次的事件 If he had which one 假如是的话是哪一件事呢 Some authors suggest that It was a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第一 某些作者提议 就是在旷野中的试探 耶稣想到那一次 第二 Others think of some experience Jesus had during the time When his messengers were busy executing their task 另外一些作者认为 就是当那些门徒们 在执行他们的任务的时候 在那段时间 耶稣有某一种的经历 第三 Some writers think of the fall of Satan in the future 有些作者认为 撒旦的碎落是将来的事 which Jesus saw with the eye of the spirit 耶稣透过灵眼看到 This fall was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Satan's power by Jesus' work on earth especially by his death on the cross 这个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地上的大功 特别在实际上的死呢 就毁灭了撒旦的大能道 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很难决定是哪一个 有三种的可能 In our opinion The most obvious explanation Must be sought in Jesus' sympathy with his disciples during their mission 我们的意见是 最明显的解释 肯定就是 因为耶稣与他门徒的使命 有他的同情 Jesus' eye saw i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Jesus' certainty of victory over Satan which he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absence of his disciples 因此耶稣说 我看到就是表达了 耶稣很肯定 他胜过撒旦 这个是在门徒不在的时候 耶稣所成就的一个得胜 For our argument however The decision about the exegesis of this passage is only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但是对我们的论点来说 我们要决定 这段经文是如何解释 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件事 The thing that counts in this connection 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问题 乃是 That what is said here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as in Matthew 12.28 And Luke 11.21 这里所讲到的本质上 是与马太福音12章28节 和路加福音11章21节 本质上是同样的一件事 That is the great moment of the breaking down of Satan's rule has come 那是说 撒旦的统治权的瓦解的时刻 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A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同时就是天国的来临的时间 也是到了 The redemption is no longer only future 就是不再是仅仅未来的事 But has become present 已经是现今的事了 In this struggle It is Jesus himself who has broken Satan's power And who continues to do so 在这个的与撒旦的征战中 是耶稣他自己 来瓦解撒旦的能力的 而耶稣他亲自继续地如此做 Such appears from what follows 从下面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When he discusses the power of the disciples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him to tread on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nd over all the power of the enemy so that in the future also nothing will be possible to them 耶稣与门徒们 讨论到他们的能力 就是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能力 可以浅达蛇等等 也就是说 可以浅达所有仇敌的能力 好叫在未来 门徒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by this enemy Satan is again meant 这里讲到仇敌敌人 再一次是指撒旦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re mentioned here as his instruments 蛇等等 是撒旦所用的工具的 参考诗篇第九十一篇 第十三节 诗篇第九十一篇 第十三节 你要喘在狮子和蛇的身上 浅他哨状狮子和大蛇 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三节 by which he treacherously tries to ruin men 撒旦用蛇很狡猾的 来试图要使人毁掉 but any power satan has at his disposal to bring death and destruction on earth has been subjected to the disciples 但是撒旦手上有任何的 能够带来死亡跟灭亡的能力 在地上带来死亡 没有任何的能力 都已经伏在门徒的脚下了 参考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All this implies and confirms that 这一切都暗示着 都肯定证明着 That the great moment of salvation 那个伟大的救恩的时刻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mise 上帝应许的应验的时候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 has come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救恩的时刻 应验应许的时刻 天国的时刻 来到了 The all-embracing power of the Savitas Diaboli has been shattered 魔鬼的国度 那个涵盖世界的全能 已经完全粉碎了 The Savitas Day has broken in 上帝的城 上帝的城已经突破进来了 第九段结束 下面的一段是第十段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耶稣行神迹的能力 所以耶稣赶鬼和行神迹 这些都是跟天国 天国来到了 这个现今的时代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耶稣赶鬼 耶稣行魔鬼 就证明 天国已经临到人间了 下一段 我们开始讲第十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